火神的眼泪中的长照悲歌,照顾者的痛苦,未婚子女的重担,已婚媳妇拒绝与婆婆同住,台湾87.8%的媳妇能不跟婆婆同住。分享,4.月17,2022,公是火神的眼泪播出一段长照悲歌,前小姐因不堪长照压力坠楼轻声,我查了一下,去年讨论集中在逼真,消防员有必要救轻生者吗?对长照照顾者的压力可说没有讨论,媒体大概也只关心杀父母杀子女之类案例的长照人伦悲剧,像剧中这样的事故,台湾社会大 大概没有兴趣吧?图片说明,公是火神的眼泪播出一段长照悲歌,前小姐因不堪长照压力这个片段拍得逼不逼真,不在本文讨论之列,不过,这大约9分钟的戏后来造成林伯红饰演消防员的PTSD,又连结她哥哥火灾身亡的自责和难过,所以算是相当重要的一场戏,而前小姐坐在高楼女儿墙上的字数,值得谈一下,饰演前小姐的朱纸莹解释,这个角色在剧中所要达到的功能,第一,前小姐坠楼是加重致远PTSD症状的因素,第二,女生在 职场自我实现与家庭照护的选择题,第三,长期家庭照护造成与外界脱节,第四,重大意外发生后对自我价值的否定,第五,国际网络诈骗手法,第五点我认为没什么讨论,其实也不是重点,而致远PTSD症状后面演出一大堆,所以本文也没必要谈,要谈就谈照顾者的压力,前小姐选择轻生,原因在火灾烧了她家,被诈骗及长照母亲的巨大压力,她希望这个阶段哥哥能帮上忙,但哥哥说妻子强烈反对,但前小姐死后,所有 有责任还不是落在哥哥身上,从戏如人生来思考,我们也可以知道,很多家属真的就把长辈丢给一些人去承担,至此放休,如果观察近年来的媒体风向,可以看到酬老,特别是媳妇婆婆互相仇恨的报道满坑满谷,好像婆婆是什么怪物一样,然后小姑或大姑也是变态,反正夫家的一些亲戚专门破坏家庭,这些人最好滚出去,才不会破坏小家庭的幸福,我就不特别指定哪些媒体喜欢报道这类新闻, 大家只要用婆婆,咕咕当关键字搜寻GoGo新闻,可能接近百分之百的台湾新闻全部都是负面的,所以媳妇为了拒绝苦情,也大多反对与婆婆同住,我提过,根据卫生福利部2019年15至64岁妇女生活状况调查报告,与公婆同住比例只有12.2%,换句话说,台湾87.8%的媳妇能不跟婆婆同住,要归功于层出不穷的酬老新闻,这些媳妇的配偶,也就是婆婆的儿子,从此免于长照父母的责任,一口气把老的丢给未婚子 女,这种台湾文化,实在也是奇葩,卫生福利部中华民国108年15至64岁妇女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指出,女性与公婆同住比例只有12.2%,这些媒体努力在12.2%甚或更低比例的婆媳同住比例中,有网络论坛死命找那些无法查证的媳妇抱怨文,不晓得是不是一种妙计,一方面可以唆使丈夫抛弃父母,另一方面也可以因为自己是嫁出去的人而免除照顾自己父母的义务,我认为八九不离时,因为台湾老人独居的实在太多了,明明游子 女媳妇,老人又根本不健康,但子女就是狠心不闻不问,甚至我看过逢年过节从不管父母死活的例子,远一点,像王老头栽培儿子到美国后,儿子就等于失踪了,王老头谋杀其期前就说我只知道孩子们都去了美国,对老人家其实真的很不好,又像一个85岁的老先生说我很后悔让他们去国外念书,那时候是一美金元抵我们40块的时候耶,很多人花了那么多钱送孩子去国外,现在自己却孤单一人 成全已婚子女的幸福家庭,老人必须孤独死,大概就是主流的台湾价值,因此,落在宫是火神的眼泪关于未婚子女如前小姐的压力,不是偶然,而是必然 我的看法是,现代父母应该要了解,你们今日弃养父母,来日子女当然也无必要管你们死活,其实所谓中国孝道在台湾真的是相当怪异的存在也没必要,父母与其努力一生成就与培养子女,还不如好好爱自己 现在这些独居老人可能是被牺牲的第一代,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代,至于孤独的照顾者,其实也不应该区分是男是女,男性照顾者也不少见,媒体只聚焦女性家庭照顾者是刻板印象,甚至男性照顾者其实更有发生不幸的几率 我2015年提过,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提出高风险家庭照顾者指标,列居第一危险指标竟是男性照顾者,主因为社会期待,缺乏社会支持网络,而男性自杀死亡人数也高于女性近两倍,这也跟男性心理健康的问题密切相关 历年自杀死亡人数,死亡率,按照性别分,图位符不提供,无论如何,这段剧情看起来虽然不是编剧有意识地想要探讨长照杯歌,但可以及此思考台湾文化的部分还不少 我除了奉劝所有人要有老后必须孤独死的觉悟外,也呼吁未婚子女不应该把长照责任完全承担,已婚子女没有逃避的权利,而已婚子女也别逼死未婚兄弟姐妹,因为仗最后还是算回你们的头上 自杀,不能解决难题,求助,才是最好的鲁,求救请打1995,要救救我 Blackjack2022年4月17日,火神坠楼青生戏太逼真朱止盈接幕后拍摄秘密,2021年5月17日15.35分须 新闻综合报道,剧组的化妆师正在精心特制的脑浆蹦出的画面 自杀,不能解决难题,求助,才是最好的鲁,求救请打1995,要救救我 图鞋自朱止盈脸书,朱止盈接拍摄坠楼青生戏的